郭榮鏗議員 現在請吳國昌議員宣讀有關質詢的內容 首先城規法生後之後應該有總體的城市規劃 作為將來各區的詳細城市規劃 一個配合的條件 所以是必須優先籌備 同時在城規法籌備當中 政府也都指出 例如是歷史文化城區、填海新城等等 這些地方的詳細城市規劃 具備條件開優先逐步去推行 在城規法生後之前 今年發生了 淡仔北區都市化規劃搶先修訂 被公眾一度失質疑 成為利益輸送的風波 其後行政長官就承諾在城規法生後之前 不會批出涉及這個 淡仔北區都市化規劃修訂的 任何發展項目 而當中其他地域也都引起公眾的質疑 在這種情況之下 特首也都說 就不再搶先修訂其他區域的城規 包括特首他親自透露 認為他急需處理的 南灣湖CB區的規劃等等 都等待城規法生後之後去做 另外一方面 填海新城進一步的城市規劃的諮詢 照計也都應該在今年十月啟動 填海新城澳人澳地 作為房屋發展的場效機制 這種土地的儲備 儲備的分類 這些土地儲備 在新城填海當中的規劃 也都仍然有待確定 更加需要在進行填海新城的 詳細城市規劃當中 能夠作為要件來進行設計 因此本人就提出下列的質詢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 在今年之內體現得出 我們有序的發展 第一就是城市規劃法 既然在今年三日生效 特區政府可否在今年的上半年 立即推出總體城市規劃的方案 進行公開諮詢 作為其他詳細城市規劃的 一些配合的基礎 亦都可否會在今年的下半年 在配合城市規劃總體基礎上 去優先就譬如歷史文化城區的城市規劃 一度受公眾質疑偷暴的 淡仔北區都市化的城市規劃 以及特首透露 原來急需治理的南灣和CD區的規劃 陸續地依城規劃的程序 進行公開諮詢去定案 第二就是特區政府可否在今年 及早也就填海新城澳人澳地 長屋房屋的發展場效機制 所需的土地儲備 包括它的分類數量 進行公開諮詢 今年十二月之前 及早去確定填海新城 用作例如是興建經濟房屋的土地板塊 用作興建社會房屋的土地板塊 用作各種按照本地居民具體房屋需要 而創新提供的 例如首次置業居所 先租後買居所 長子移居屋苑 舊樓換身居所等等 各種新模式的房屋供應 其餘的住宅 土地板塊 以便作為今年十二月進一步 正式啟動的填海新城 詳細城市規劃方案公開諮詢時候的基本要求 第三 在一般性的透明度方面 特區政府亦可否承諾確保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會議 全面向公眾傳媒公開 主動向公眾傳媒提供 所有按城規制定規劃條件圖的各種每一次的資料 以及將來堂有的按照城規法 設立評估委員會 建議賠償條件的資料 都能夠主動向公眾傳媒公開 謝謝 請政府回應 謝謝主席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 尊敬的各位議員 關於吳國青議員的口頭質詢 本人僅回覆如下 特區成立以來 整體發展迅速 城市的面貌亦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原有的規劃體制已經未能跟上 使得城市的發展出現不協調的情況 在今年的3月1日 城市規劃法正式生效 令到澳門城市規劃制度化 賣出了重要的一步 揭開了新的一頁 城市規劃法是引導澳門未來可持續發展 以及提升公眾參與的重要法制的保障 政府會認真地落實城市規劃 制定澳門整體的城市規劃 為未來澳門整體的城市發展 土地利用城市規劃 文化保育 城市景觀 環境保育等方面 加強科學資源鼓勵 作出更好的協調發展 根據城市規劃法 總體規劃是依據城市發展策略 研究定定指引 定定城市發展的整體空間結構 策略性功能分區 以及對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 與公用設施作出綜合的部署 而詳細規劃則須根據總體規劃的規定 進一步對規劃範圍內的土地用途 建造條件等等 作出更具體的規定 總體規劃須要配合區域發展的策略 以及特區發展的一系列公共的政策 涉及公共價值的取捨 與公共資源的分配等問題 因此 總體規劃的內容極為龐大複雜 政府將積極地爭取在今年底 開展相關的前期準備工作 首先是進行城市發展策略的研究 與此同時 因總體規劃而牽涉到的交通、環保、民為、景觀、公共設施等技術的課題 在正式展開總體規劃編制前 亦須進行一系列相關的專項研究 並提出概念規劃方案 聽取社會的意見 在政策上先形成社會共識 之後才進入法定規劃草案編制的程序 依法地進行公眾諮詢及聽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意見 以至最後由行政長官核准規劃 初步的預計需時三到五年 詳細規劃方面 城市規劃法定定了整體規劃約束並優於詳細規劃 詳細規劃需要按總體規劃開展編制工作 且需要與總體規劃的規定相容 由法律條文可知 總體規劃的位階不但優於詳細規劃 未來任何詳細規劃工作都必須根據總體規劃的內容來協調制定 因此政府會先做好總體規劃 總體城市規劃的編制工作 另一方面 自從城市規劃發生效後 按法律局規定 城市規劃委員會將會作為一個諮詢機構 負責在城市規劃的編制實施 在檢討、修改和發出規劃條件圖的程序中發表意見 土地公務運輸局並須開展規劃草案的推廣 展示和公開諮詢 聽取公眾的意見 換言之 在未來 城市規劃法將依法感引入公眾參與的機制 進行公眾的諮詢 就未有詳細規劃地區所編制的規劃條件圖 公務局當收到申請後 須依法先諮詢相關部門的意見 草案完成後 須依法上載到公務局的網頁 進行至少15天的公開展示收集意見 再送交城市規劃委員會聽取意見 最後裁具條件由公務局發出規劃條件圖 涵仔北區都市法計劃的目的 是基於社會的訴求 希望解決該區長期存在的發展平頸 創造條件 增加土地與房屋供應 達至多元的局面 未來 該區的土地發展和利用 仍須遵守城市規劃法中 有關規劃條件圖的規定 包括規劃條件圖的草案 須進行至少15天的公示 並交由城市規劃委員會發表意見 而有關的會議 亦須依法開放公眾旁聽 落實公開透明 促進公眾參與的法律的精神 至於南環湖CD區的規劃方面 因涉及世維歷史城區等重要的問題 加上文維法已經正式生效 該區的規劃亦須依民違法 有關規劃由相關部門進行跟進 有關落實住屋保障場後機制方面 為了緩解居民的住屋需要 確保公共房屋能有序持續地供應 政府在按照社會實際需要 經濟發展和土地資源 客觀現況前提下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積極地尋找土地資源 進行科學規劃 由於公共房屋設備的建設 備受社會高度的關注 在新城規劃的概念方案中 社會希望預留適當土地發展公共房屋 政府也希望透過後續的新城規劃 第三階段的公眾諮詢 持續廣泛聽取居民的意見 此外 政府將爭取在五月的上旬 啟動澳人澳地的政策諮詢 在聽進了相關意見後 再作出綜合的分析與考慮 在賠償金額方面 按成規法的規定 政府與利害關人 利害關人 協議定定賠償金額時 會聽取利害關人的意見 及考慮評估委員會所建議的金額 而該評估委員會 依法是由公務局及其他公共行政部門 代表所組成 多謝主席 請吳國昌議員 總體城市規劃 作為其他各區詳細城市規劃的基礎 需要優先制定 但是我們成規法正式通過了 等待今年三月生效一段期間 政府沒有做準備 完全沒有做所謂前期的籌備工作 完全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動 現在才問起的時候 才說原來要等到今年年底才開展相關的前期準備工作 一個總體城市規劃的籌備工作的延誤 已經全部將所有各區詳細城市規劃 推理三五年一路推到後面 會不會存在嚴重失職的問題呢 第二就是說 例如 譚仔北區都市化城市規劃 被人質疑 利益輸送 特首親自的話 任何發展項目都不批准 按照計 如果能夠 在這城規劃 盡快啟動到 這當區的詳細城市規劃 大家看清楚 是利益輸送 還是真的三贏方案 討論得清清楚了 再做發展 本來是極大的好事 現在拖到什麼時候才會認真去做回 這個譚仔北區都市化 詳細城市規劃 當中 繼續被人質疑你的輸送 還有就是說 每樣東西都言過 似乎是 連那個澳人澳地政策的諮詢 本來 劉庸西道應該說 今年四月就進行 不問都不知道 一問一下 現在就忍一聲 就推到五月上旬才做 都是做的話就不做 但如果不問 可能就沒了一件事 一問一下 原來要推到五月上旬才做 五月上旬去做澳人澳地的政策 諮詢 實事求是 當中 是不是應該 正面去面對填海新城 澳人澳地 以及長屋發展場效機制當中 所牽涉的土地版化需要呢 是不是能夠 可以確保 在澳人澳地政策諮詢當中 所確定到的 在填海新城裡面的澳人澳地的主張 或者是各種土地版化主張 能夠具體列入去 應當不要再有規劃 說十二月應該有一個 填海新城的 城市規劃的方案 出來的諮詢 是不是應該也確實 是執行這個 填海新城的土地 城市規劃的諮詢 當中是將 無論澳人澳地 房屋發展場效機制 土地儲備機制作作為要件 作為城市規劃當中 設計方案的重要要件 將它在方案裡面落實 政府是否應該 腳踏實地做好這些基本的 成規工作 請劉師長回應 主席 我想關於這個 城規法 在今年三月一號生效 政府在各個準備功課 準備工作上面 其實也都是全速地進行 剛才我們所說的 今年年底的 我們所說的 只是一個 城市發展策略的研究 但是與此同時 其他關這個總體規劃 相關的專題的 譬如好像交通 一些警官等等的 一些專項研究的工作 是有部分 我們也都已經開展了 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 或者其他方面 我請王主任在這邊 再同大家做一個補充 多謝主席 主席 各位議員 就吳郭昌議員的一些問題 我做一些補充 根據城規法的規定 法定規劃 只有兩種 一 總體規劃 二 詳細規劃 堅制這個總體規劃的時候 根據城規法的規定 第六條的規定 其實它也是需要 根據城市發展策略研究 這個非法定的一個研究 是定定的方針指引 在這裏作為其中一個基礎 至於其實在城市總體規劃 實際上牽涉到城市方方面面 當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 一些專項的研究 有相當一部分其實在政府過去 亦已經開展了 亦有一定的成果 但是作為配合整個 城市發展策略 研究的 研究編制的工作 我相信其實政府也需要 在原來這些各種的基礎上 是進行更進一步的 深入的這些方面的 整合和研究 以更好地配合 城市規劃法裏面所規定的要求 根據城市規劃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法定規劃是需要由行政法規 進行公佈 而且 城市規劃作為一種 引導城市發展 協調 城市空間 資源分配 體現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 作為法定規劃 根據城市規劃法的要求 其實它最後出來的 體現的方式 它會是一個條文式的規劃 這個條文式的規劃 其實是 它不是說 到時是一種 好像很多波波圖 等等這些 描繪到美輪美換 一個所謂藍圖的方式 其實它是 一個以條文 發規條文的方式 其實是 亦是比較相近 我們以前大家看 包括這些 納蘭湖田海區 或者其他這些方式的體現 其實這些在現在 我們看回其實在 比較多的這些 發達的國家 等等埔國 其實它都是用這種方式 它有什麼好呢 利於執行 清晰 利於體現 是一種公共政策 各個部門 能夠清楚執行 但是同時 也看得到這種方式 其實令一般的居民 可能其實 未必是很容易了解 所以實際上 剛才劉師長也說了 必須在前期的時候 就這個城市規 總體規劃的概念方面 在這個編制的過程裏面 是一種非法定的方式 因為城區法沒有規定前面這個部分 它後面所定的全部是 條文式法定規劃的程序 所以在前面這個方面 是需要 例如新城等等 這些用一般居民 會容易了解明白的方式 我們也會向社會 進行介紹 聽取意見 在這裏 也是有利於 營造一種共識 為下一步的 這個法定規劃 打基礎 根據城市規劃法的規定 其實我們也有一種過渡機制 就是在未有詳細規劃的地區 體現了規劃條件圖 這種機制 同時也是根據城規法 包括城規法的私行細則 以及這個設定 適合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行政法規 也規定了這些依法 除了依法 可以考慮豁免的三種情況 以外其他都要聽取城規會的意見 城規會是公開的 有關這些資料 只要不涉及法律規定保密的譯會 在網上公佈 也可以放在城規會那裡查閱的 在這個階段 我先回應到這裏 多謝 關翠恆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其實對於城市規劃 我們做這個法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可能五年之後 才會有一個總體規劃出台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在回應裡都說了 總體城市規劃 整個規劃上面 首先政府又要依據我們自己 城市發展的定位 又要配合區域發展的策略 大家在面對這個 特別是對於我們整個城市空間 怎樣設計等等的 取向上面 方向上面 其實政府如果不提前去 盡早給到一些方向性的時候 社會 當你公開諮詢的時候 社會怎樣回應呢 所以現在的前期工作 其實大家都有點擔心 做一做一下 五年夠不夠呢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回答的 就是 究竟這五年 三至五年的時間安排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 可以告訴大家 即是這些 無論是設定策略 以至到每一個空間的佈局 這樣 你讓大家聽到的時候 大家可以跟著這個方向去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政府就已經說到 現在那個城市規劃 原有的規劃體制 我們跟不上社會發展 好了 但是現在要等整五年之後 才會有一個總城規 我們又面對現在 社會不能夠停下來 如何面對接下來的 一些城市規劃的批准 雖然你說交了一個 給城規委員會 但是是否城規委員會 就可以清楚掌握到 現在這五年裡面 怎樣去定定方向呢 因為我有疑問的 因為現在澳門 有一些地方 其實基本有一些規劃 但是這些規劃的景 是否符合我們現在的要求呢 按現在政府都看到 原有機制是 已經和現實是有脫節的 這樣過去的規劃 是不是有些東西要改的呢 另外有一些叫做白區 我們在說 這些白區未作規劃的時候 那到底怎樣定定呢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怕政府仍然是維持 原有的一個這樣的模式 和觀念 走多幾年 要等到總城規出的時候 才有 所以希望政府在這裡回應的時候 是否可以介紹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呢 麻煩你 厚禁申議員 多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我跟關議員同樣的憂慮 這些三至五年究竟會 怎樣的程序 又搞到幾時呢 因為現在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年八月份 通過了成規法 土地法 幾個大法 當時呢 我們討論土地法的時候呢 都有一個爭議的 為什麼不可以早些實施呢 因為要等到成規法 等到成規法呢 三月份實施的時候 土地法同時實施 一定要等 為什麼要等那麼長時間才實施呢 就說政府要有足夠的需要的時間的準備 然後才能夠實施 好了 理論上呢 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你又不理政府來定的 就是今年三月 好了 原來呢 到三月之後 實施了 原來你現在才開始做前期準備 怎麼都講不過去 如果你沒有這些時間表給我們 我們不知道這些前期準備 準備到什麼時候 事實上呢 作為成規法 這個是一個填補法律 就是過去一個法律的真空 是很急切地需要制定法規 那我們制定了法規 要等到政府去執行的時候 那這些時間都是非常迫切的 那我就想知道呢 就是究竟政府在這方面 究竟你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一個時間表去定 不要就 就棄下幾個月 棄下幾個月這樣就 由去年八月 到現在到今年三月 這段時間呢 或者司長說 我經常說我正在做的 我們正在做的 沒有停過的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幾個月你做了些什麼 然後現在才是三月份 實施 然後才開始做前期工作 那那些是什麼前前期 那些什麼工作呢 希望師長可以交代一下 多謝 多謝 崔議員 多謝 崔議員 多謝崔議員 多謝崔議員 在最近將來呢 會有什麼進度 會有什麼進度 讓大家呢 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知道 現在是進行了運作 並且運作是進行成什麼 這個我只是想理解多些 請政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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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沒有詳細規劃 沒有重提規劃 其實不代表 在我們現在 3月1號之後 對於一些項目的審批 是跟以前 3月1號沒有成規法之前 是完全一樣 其實已經有一個很 基本的改變 譬如是增加了公開的透明等等 這一方面 詳細也都等同事 至於崔勢議員問的 關於這個規劃條件圖 發出的情況 我一拼都想同事 在這裡和大家 作一個詳細的補充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關於關翔議員所提到的 其實說城市規劃的體制 過去來講 是未能夠符合現實社會發展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整個制度的問題 包括缺乏了透明度 缺乏了公眾參與 也是隨意性比較大 等等這些 其實透過城市規劃法 和它的配套行政法規的定立 在這方面 已經是進行了 埋出了一大步 完善了我們整個城市規劃的制度 我們講的其實重點在這裡 至於具體規劃的本身 具體規劃的本身 可能是有一些的確 也是跟現在的社會發展 可能是有一個差距 但也不代表說全部規劃 都是同意 這個現在的社會 完全是脫節 那我相信其實 講這個城市規劃制度這個 我想是 剛才所講 透過城市規劃法 和它的相關的配套法規 在這方面 是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一步 至於三到五年的安排 其實 其實講城市規劃的兩個階段 一個準備階段 前期專項研究 概念方案 前期諮詢 法定程序 跟回城市規劃法 草案編制階段 諮鬆公進 和城規會 規劃核准的實施 兩個不同的階段 城規法裡面明確定定的 是法定程序 那剛才我所講 其實你說這幾個時間大概是怎樣 第一其實在現在來講 其實的確在過去 亦有已經做了相當部分的工作 包括交通方面的規劃研究 這個環境規劃的研究 包括譬如說 對外的區域的優質生活圈 移居灣區行動重點計劃 等等這些 那還有其他各個不同部門的 包括教育 譬如醫療衛生等等 就是其他部門的 那其實都是有基礎 有治療 這個在這裡要整合 那包括還有一些 可能牽涉到 對未來城市方面的 經濟識度多元等等 這些人口方面這些 那這些也是需要考慮的 在這個基礎上 其實是會去 著手就開始編定 包括這個 城市發展策略的研究 然後這個基礎 再在這個裡面 就開始 其實就是 城市總體規劃的 概念方案的研究 這個來講 在裡面其實 大家就可以看 類似有點像新城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給到公眾 大家在過程裡面 容易了解 容易參與 不過這個是非法定的制度 不過我們肯定 這個都會參與新城這樣 向公眾介紹 聽取公眾意見的 那在這個基礎上 那就要看了 在這個時候 社會裡面的互動 大家提出等等 然後 能夠 比較快有得共識的 求同存疑 那麼後面這個程序 法定的程序 就可以快啟動了 好了 到法定程序的時候 然後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將這些概念式 類似一些藍圖式的規劃 其實是轉化為條文式 更像公共政策的 這些透過行政法規會 公佈的文本的 這些這樣的 叫法定規劃的草案 然後就按回法定規劃 就是按的程序 就是承規法 和它的私人細則所定定的 然後 再資訊公眾 和聽取承規會的意見 如果 有重大修改 就是意見分析要進行重大修改 再行一次 要跟回那個程序再行一次 如果大家說 比較多共識的 就少行這個 所以實際上 整個過程裡面 是存在了一定的不確定性的 因為為什麼這些牽涉到 對方案和社會各界方面的 的意見 諮詢 參與 可能在前期的時間 的確可能會花得比較多 這個過程 但有利於什麼 在整個過程裡面 是凝聚社會共識 更有利於 到後面去推行的時候 減少那個阻力 有利於這個實施的 那 關於就是說 其實其他的現在來說 因為程規法裡面 其實預見了有過度的機制 那 同時在現時來說 譬如在現在的一些 這些規劃的基礎上 其實包括等等 後面的PCU的 那個程式規劃條件圖的編輯等等 都是受現在所有這些現行的法律 法規 規劃的研究等等 是去約束的 同時必須要強調 是一個很重要的 即使是在過度期間裡面 關於規劃條件圖 按程規法和施行細則的規定 是需要拿出來15天最少 進行公事收取意見 這個程規法裡面是沒有寫明的 在我們在程式規劃法的施行細則裡面 政府是寫了進去的 程規法本身沒有這個要求 但我們覺得需要透明公開 在這裡是有10 最少15天 然後再聽成規會的意見 有利於什麼呢 前面花多一點時間 有利於了解社會的情況 凝聚共識 在後面到實施的時候 減少就是在實施的時候 前期大家不出聲 到這個要實施的時候才走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規劃條件圖 它是有法定的程序 所以在這裡是一個保障一個透明的 包括開會的這些 這些如果是公開旁聽的資料 會提前上網的 大家都看得到 開放旁聽 成規會的會議 基本上涉及到規劃的編制收 檢討實施修改 所以這些一類 第二規劃條件圖 還有就是牽涉到 城市規劃本身的這些法律 法規的草案 以及城市規劃的這些技術細則 關於這些這些是開門的 除非法律裡面才有保密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在整個城市規劃法 以及配套的編制法規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其實是我們提供了一個 比較透明的一個環境 其實是有利於更好體現 城市規劃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面 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一定的過程 看看樓廳長那裏 是否關於剛才一些PC的情況 我只能介紹一下 自從3月1號城市規劃法實施之後 規劃條件圖的申請和工作的一個情況 去截止到對上一個星期的4月4號為止 我們總共處理的申請個案是有111宗的 其中有80宗是在城規劃生後之前申請的 這些申請我們自動將它過度為 由原來的街線圖的申請 自動過度為規劃條件圖的申請 並且我們在3月3號開始 即是第一個工作天 就是城規劃實施的第一個工作天 我們發信向所有的這80份的申請人 去詢問他們是否會因應 在城規劃法的一個申約程序 他們是否還繼續申請那個規劃條件圖 現在我們是陸續收到他們的一些回覆 因為都是按照那個30天的回覆 他們都回覆回來 其中也有部份的申請者 是取消了他們的一個申請的 另外目前我們都是在3月初的時候 也都按照城規法的規定 是出公銜向相關的權責部門 是諮詢他們的意見 就是每一個個案諮詢意見 包括涉及到文化的保護 環境的保護 交通的佈局等等的情況 我們都向相關部門去查詢意見 到現在也都基本上一個月 所以在這個星期其實我們是陸續 大量收到這些部門回覆的意見 按照我們的估計 我們在下個星期左右 我們就可以正式就有關的 關的條件圖開始草案的編制 按照法律的規定 我們草案的編制要在45天之內完成的 並且在完成了這個編制之後 是要做15天的公示 按照我們的工作 我們會在公示之前透過兩份報紙 包括一份譜文一份中文的報紙 是說給市民聽我們會公示哪幾個個案 公示的日期由幾時到幾時 怎樣去提供他們的意見 同時我們都會出公銜通知申請人 我們在做有關的公示 聽取他們的意見 然後完成了15個公示之後 我們會將包括市民的意見 回總之後就送交成至規約委員會 成至規約委員會 是會在一個月之內 就提出他們的一個意見 然後全部交給公務局進行技術的分析 在那裏就是有條件去編制 和發出一張規約條件圖的 這個我們工作上的一個安排 現在是有罪在進行的 我補充到這裏 我們第一個有關的後頭質詢完成了 好嗎 在這裏多謝劉司長出席我們這個會議 現在請下一批官員進場 大家要看回我們的質詢規則 施家倫議員 好嗎 這個案就是劉司長回答之前 我做的